Hello 大家好 教主又来了 今天教主假装在美国 假装在俄勒冈 其实我是从BC温哥华出发 纵穿了华盛顿州 就是美国华盛顿州是美国本土大陆的最西北角 就相当于中国新疆的那个位置 最西北角的州 它叫华盛顿state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 我今天把它纵穿下来之后 又穿过了俄勒冈州的首府 就是波特兰 进入了它南边的一个 我所在的位置目前是一个2V营地 这个2V营地 我带大家参观一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北美的房车营地 这个房车营地可以说设备在北美的房车营地里边 属于中等偏上 就是比较寻常 平均每个大城市周边 比如说200公里一个大城市周边 像这样档次的2V营地 至少有每个大城市周边至少有5个 那我带大家看一眼 这个就是房车 它有自己的儿童游乐场 有自己的会所 然后这个是洗手间 游泳池 我后边这个是也可以当食堂 餐厅 或者一个平时大家聚会的 客人聚会的地方 2V营地在北美就非常的普遍 它给中产阶级的家庭旅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这么讲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过去竹水草二居 把房子沾房卷到马车上 牛车上 带着这么一路走 2V还真有点像大棚车的那种感觉 2V旅游就成为美国加拿大的家庭旅游的一个很常见的方式 他们特别热衷于这样的一个房车生活 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road trip 大家看非常静谧 基本上你看没有什么人 那么房车老外们大部分都是在车里面吃饭 像在这儿晚上有一半在烤肉 另一半就是做一些三明治 披萨之类的 非常香 孩子们非常喜欢 你别看中国人喜欢的那些东西 你即使中国华裔的小孩在这长大 他也不再喜欢了 你与其问他要吃什么 你给他做好多复杂的中餐 他们反而不如给他吃一块披萨 或者弄一个三明治 他觉得香 这就是变化吧 所以我们过来之后 也就逐渐的习惯了 简单的烹饪方法 简单的佐料 以及新鲜的食材 逐步的变成口越来越轻 开始的那些重口味的东西 再也无法接受了 我给大家 再给大家一个远景 看看这个 这就是居住的 大家就住在这样一个环境 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 那么这几天 你看我今天离开加拿大 我是故意穿了件这个衣服 就是保守党的衣服 也是表达我是加拿大人 跟美国人声明 我是个加拿大人来的 美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因为每家两国 基本上是政治都互相了解 他也知道你就是保守党 也就对应着美国的共和党 政治理念 人群都基本上差不多 那我跟大家首先讲一下 就是我开始出行这一周时间 我的WiFi和我的5G 不支持高清晰度推流的 长时间的直播 这技术上解决不了 除非我买到一个Starlink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买到Starlink 那么我无法完成直播 那么只能是录播 而且那录播 因为受到上行速度 你比如说这个RV营地的WiFi 是免费的 我住的酒店 如果我出行住酒店的话 我住酒店的WiFi 也是免费的 但是包括五星系酒店 它的WiFi的上行速度都不够 我就侧欲略 我就是给大家录播 录播之后 我剪辑完了之后 加上字幕 我一小咕噜 一小咕噜的给大家传 每天争取跟大家聊 一到两段 不给大家断对 每段25分钟左右 不长 这样的话 它的清晰度 给它控制在比较低的清晰度 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就传上去了 大家能跟着我的脚步 实时的穿越美国西部 从北到南 看看热闹 了解美国西部的风土人情 非常安静 非常文明 这个西部发展了200年 已经不是荒野大嫖客的西部了 现在美国西部 已经变成既自由 又粗广 然后又文明的这样一个地方 卫生间什么的这种干净程度 游泳池这种干净程度 可以说仅次于日本 为什么说仅次于日本 因为日本还是太干净了 那跟日本还是比不了 日本人的干净 它是那种吹毛求屁的级别的干净 美国人的素质虽然也很高 但是美国人 尤其是美国主流的白人 他有的时候大大咧咧的 他不是说不卫生 但是比如说游泳池明明写的 禁止跳水 白人小男孩小女孩一定会跳水 写着禁止diving就禁止潜水 白人小孩一定会潜水 即使爸爸妈妈在那也不会管他们 因为他们比较放纵人性和自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美国加拿大 我在这边旅游 特别放松 包括在这边生活 我跟大家讲讲我的真情实感 我的真实的感觉 就是你在美国加拿大的街头 尤其是在美国的街头 你穿什么衣服都没人管你 你穿这个也没人打你 你穿make a美国great again 就是川普那个 你在民主党中 你穿这个也没人动你 蓝州你穿一个 带个川普红帽 也没人屌你 就说句不好听的 你就是不穿衣服 你就是光着露着火箭 也没人给你打电话抓你 这就是目前美国的状态 就是你只要不去妨碍别人 你不要当街耍流氓 不要偷别人东西 没人看着你干什么 和穿什么 打扮成什么样子 你就是打扮成异形 也没有人大惊小怪的 这就是美国的一种自由吧 这是给我印象 这十几年来特别深的 所以我在这儿如鱼得水 嗨 lady the pin code is 625 yes you got it you're welcome 两个南亚裔的女士 带着孩子去游泳 游泳池的那个密码 他们不知道 我告诉他们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 美国西部出行的 这个开场白 给大家做完 现在咱们进入正题 今天给大家讲讲 胡仙的故事 真是发生在身边的 胡仙的故事 而且给大家做个伏笔 就是因为我的频道呢 现在影响力呢 影响力呢 越来越大 而且呢 在玄学的领域 我认为我的频道 是独树一帜的 首先我不是专业人士 我不是道士 我也不是算命的 我换句话说 我不吃这口饭 我也不开谈设奖 我也不广建寺庙 筹集香火钱 我不干这个 我呢 作为中国的 前资本市场的企业家 资本这个从业人员 那么我呢 退休之后 纯属个人爱好 进行这个玄学命理 以及鬼神科学的研究 修人体修仙 这种物理现象的研究 可以说呢 目前呢 也有很多心得 所以我开了这个频道之后呢 我为真不破 我就说一个真字 我学到什么 我想到什么 我跟大家交流什么 引起了全世界范围 华人的观众的巨大的反响 什么样的观众 在这个行业 什么层次 什么级别的 都纷纷拥来 形成了一个 这个微微大观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前几天呢 有一位专业的 当然他是大学生 而且他也是金融从业人员 跟我算是半个同行 是我的晚辈吧 比我的从业时间呢 晚个十来年 晚十多年 那么他呢 还很年轻 三十来岁 四十郎当岁 那么他 进入北京的这个金融行业之后 资本行业之后 最后可以说是看破红神 归隐于田园道观之中 进行实修 那他就是专业的了 他是专业的 皈依的这样的一个 有这么一个注册账号的 天宫注册账号的 这样一个正规道士 他跟我们这些 YouTuber Talker不一样 那他也成为了我的观众 他呢 就给我提供了大量的 在他们这个本地的这个道观 这个道长 抓鬼 驱鬼 跟鬼谈判 斩鬼 碾鬼 收鬼 就是我们香港林郑英那一套 林郑英那个是香港电影 真实 他给我的是真实的 包括他拍的小视频 那么 非常精彩 这也是很长见识 大家传说中的鬼附体之后的那种 异语 异正的异 那种异语 那种狂叫 那种几个人按不住 那种哆嗦颤抖 打声格 这些状态 可能大家有 有的时候是听我讲过 有的时候听我的观众 来信里边描述过 家里边亲属 经历这种事 但是你亲眼所见 我估计见的不多 那他都给我们提供了详实信息 因为我在外头 我没有办法进行加工 所以等我回去之后 我会特意为 这个人的 这位先生提供的这些资料 做两次节目 跟大家讲清楚 说明白 目前我们中国大陆 本土的道观道士 这种职业人士 所谓毛山派也好 吕山派也好 这些人 怎么掐绝 怎么去上面 引神兵 天兵天将 怎么去抓鬼驱邪 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雷神怎么来 雷怎么击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都有观众朋友 给我们提供了 实实在在的一手的资料 那可比看电影好玩多了 我给大家图文命貌都弄上 我把它发的小视频 也都给大家发过来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 另外一个主要的故事 就是一个我的观众朋友 他们家的宝家仙的故事 他们家有一个狐狸精 做他的宝家仙 那么这个狐狸精 作为你们家 真的有这样一个狐狸精 作为宝家仙了 不是出马仙 是宝家仙 出马仙跟宝家仙不一样的 出马仙和宝家仙 首先它都是动物灵为主 狐狐狸最多 狐狸这个东西很有灵气 它在身上老林里面 找到日月交汇 天地精华的灵气点之后 它折服不动 时间长了之后 它就能言人语 并且能够移行幻影 用意念附在人身上 进行精神上的 意念上的这种旅游 这狐狸能做到 那么狐狸如果要是说 受了什么人的恩惠 它就会跟这个人 形成一种报恩的关系 这就叫宝家仙 保着你家平安 也好 遇难城墙也好 坏人 他给你灭掉也好 这叫宝家仙 那么出马仙是什么意思 宝家仙就只对你家 并不对外人 那么出马仙指的是 他会附在 他看得重的这个肉体上 这种肉体老王以前说过 被出马仙的狐狸精 黄树狼精附体的人 一般女人为主 男人也有 文化程度都不高 就是一般都是 干瘦的精瘦鬼 这种人一般个儿也不高 一般这种人 都是属于精神上的 意念上的意志力比较弱的人 就属于他 咱们如果做个形象比方的话 就属于这个肉体的免疫力低 你就容易感冒 他就属于精神免疫力低 所以他就容易被人催眠啊 或者特别容易被催眠 或者特别容易被这种动物灵附体 神鬼也可以很轻易的附他的体 那出马仙呢 就会选这样的 我们就叫材质吧 就是把这样的材质选中以后呢 就会附在他身上 那这个人如果要是反抗的话呢 就会不停的折磨他 让他苦难病痛 神经衰弱 睡不着觉 总之就是抑郁症 躁郁症 最后跟他达成协议 就是你同意 让我使用你的躯体 进行开门营业 我就不折腾你了 咱俩就共融共存 那我也会给你带来实在的好处 比如说你现在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但是你答应之后 你的躯体虽然有的时候会归我指挥支配 但是你就具备了特异功能 比如说你就可以看事了 遥控啊 遥视啊 或者找东西啊 或者看某些事情 未来的发展方向啊 提前穿梭到未来去看一眼 这些东西都能做 就是预测未来 给别人看事 给别人收费 治病 就是写个符录 烧个香灰 你给别人开出来 别人一吃药到病除 这个就是出马仙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观众呢 他家里遇到的呢 就是这么一个保家仙的故事 那我先念念他这个保家仙的来龙去脉 然后我们再分析啊 民国时代 善良的村妇救了这么一个小狐狸 这个狐狸长大以后成了仙 狐仙长大以后呢 就是来报恩了 做了保家仙 而且呢 随着狐狸功力的增强呢 这个保家仙呢 就是自信越来越满 大家说 这个太拟人化了吧 没错 因为所有的东西 尤其是成经这个东西之后啊 他的这个自信心都会随着他功力 越来越满 那最后呢 就变成了到现在还是 此时此刻 他还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强行报恩 就是你不要报恩都不行 好 强行报恩 写这封信主要是想说一下关于保家仙 出马 附体这类事情 希望普通人尽量少碰 你看这个人 他他自己经历这个事之后 他让大家少碰 少问 静而远之 才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态度 因为所谓的仙 仙家 异类高龄低龄也好 大多数存世 时间啊 远远超过我们普通人的寿命 我们普通人大概几十年的阳寿 这种东西 咱们动不动就是几百年的寿命 时间很长 那么因此呢 他产生了自身的行为逻辑 自身的伦理道德 自身的善恶标准 他与我们今天生活的人的普世价值和观念 差异较大 非常大 有的时候 他并不是怀有主观恶意 但是呢 被他保护的人和跟他互动交往的人呢 也接受不了 觉得他妈的他有恶意 甚至呢 有的这种仙体呢 或者这个精灵呢 他抱持的是报恩还原的心态 积累功德的想法 比如说出马仙 积累功德的想法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并不是我们普通人类能够承受的 往往会损害和造成 这个被承受的人体本身的 重大的不可挽回的灾祸 那么我的家中世代居住在河南某地 与仙家结缘是祖母一辈 当年奶奶很小的时候 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 看到一只瘸腿流血的小狐狸 从旁边跑过 后面远处森林里 有猎人追击的声音 奶奶就跟小狐狸说 你快躲到我这些洗的衣服底下 小狐狸居然做人力状 给他做了个衣 之后才躲到衣服下面 之后追来了三个猎人 猎人问奶奶 奶奶呢 也帮着这个狐狸呢 遮掩 那么之后猎人就走了 狐狸逃出一劫 从衣服里边出来以后啊 也是做衣 磕头 之后才走了 从此之后 大概过了几十年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家里边的人就慢慢把这事 完全忘了 小狐狸当时还没有成仙呢 因为他被 还被猎人追呢 水平还不行 他有灵气了 已经 他已经会做衣 磕头 他懂这些事了 那么在几十年以后 就来事了 因为小狐狸应该是修成武功 修成正果了 战争期间 他家族中没有受到 比较大的危险 一直都比较平安 怪现象出现 是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当时他的父亲 当时的父亲已经出生 还很小 全家人口很多 三年期间 河南地区饿死了很多人 可以说家家的老少都出了问题 但是他们家呢 从来没有挨过饿 每次家中口粮快要吃完的时候 总会有各种莫名其妙的陌生人送来各种食物 而且都是外地人 不留联系方式 也不报家门 放下食物就走 后来直接变成了 晚上在家门口门口就有人留一筐食物 也都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来的 第二天早上就能捡回来 文革期间也是各种阴错阳差 总是很巧的躲过各种运动灾祸 当时奶奶怀疑是就怀疑是小狐狸在保佑 但也没有证据小狐狸也不现身 二呢 也不敢做家里人也不敢做各种仪轨 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啊 不敢搞这些封建迷信 所以也不敢找问事的人去看 之后呢 改革开放 父母找工作 搬家啊 搬到城里都会都会出现 大事上都会出现 对我们家极其有利的巧合 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重点说一下亲身经历的一些大事 改开以后 奶奶父母就是觉得是当年的小狐狸 在当他家的保佳仙 于是在家中就立了个牌位 逢年过节就供奉一下 家中出现重大事情抉择的时候 奶奶也会被托梦指点 上学读书成绩一般 但是中考高考考研 都是擦着馅 各种因错阳差 自己没考上 但是考上的人腾出名额 就轮到他刚刚到线上了 想上的学校 专业导师那里都是这么的寸 这么的巧 工作之后 基本上两年左右就会出现新的工作机会 收入翻倍 短短几年就到外企 做到了年薪200万以上了 而且是那种外企 拿着中国的 拿着国外的专利 在中国找企业代工 自己什么工作都不需要做 躺着分钱分红的那种 投资买房炒股 买什么什么涨 卖什么什么跌 这些都是从各种角度觉得非常奇怪的地方 但是呢 这是顺利的一方 还有不顺利的和不好的东西 比如老家村里村霸 看上了家里的老宅子 想做局霸占走 还请了邪道中人做法 结果反而是做法的邪道 当场被雷劈死 出了人命 村霸家里 怨倒乌塌 砸死家里 一死一残 多位重伤 还有一位女同学 这还算是好事啊 这还算是至少还能接受 因为村霸不是好人 但是紧接着就出现了这个 寻常人接受不了的事了 有一位女同学 从小青梅竹马 两个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也都有意思 结果女孩子那边的奶奶不同意 尽管不公开反对 但是就是各种推托 说孩子还在上学 不着急 年轻年龄还小 催着这个女孩呢 找别的男朋友 直到有一年春节 女孩带了一个男朋友同学回家 就是带了个别的男人回家 他父亲就带着家人 父亲就带着家人开着车 就是女孩的父亲 他父亲带着家人开着车 去长途汽车站 接这个就未来的准女婿 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车祸 全家七口在一辆车上 无一幸存 运营企业 这是女朋友的这个事 那么家里边运营企业 出现法律纠纷 还没有上法庭 法律的对手 就会出现各种意外破产 类似家破人亡的事情 很多 那么 真的是说呀 最后都不太敢回家 供奉家乡了 甚至有的时候 脑海里都不敢想 对其他人 有仇恨和不好的想法了 因为想完之后 对方就会出事 讲述这件事的时候 还是觉得非常恐怖 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现在如同牵线木偶一般 被这个家先控制和操纵 完全不由自主 而且 对之前的那位女同学 全家遇难的事情 包括那个准男友遇难的事情 感觉非常后悔 也完全不能理解 保家先的这种作为 本来是 男孩觉得 通过自己的努力 是能够有机会 说服对方 以及对方家长的 结果呢 都完全没有说服的机会 就直接全灭 灭门 灭门 所以呢 建议教友 听到网上各种神奇的玄学故事 不要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 完全 完全忽略 这个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 要付出的代价 是可怕的 那么做人还是需要 自己努力 多行善事才是正道 盲目的去招引这些东西呢 容易产生 超出自身预期承受能力的结果 这就是让我想起了左央的事啊 那么 呃 补充后来呢 呃 这个孩子呢 又呃 又写信啊 补充一些细节 就是奶奶救小狐狸的时候啊 呃 当年呢 呃 奶奶 年龄也很小 就是十几岁而已 还没有成年 没有成家 当时呢 就是 小狐狸藏起来之后呢 很担心有血迹 被猎人沿着看 但是呢 问题是呢 既没有血迹 也没有足迹 所以猎人跟踪过来 也没有发现狐狸在河岸边的行走的脚印 啊 这个猎人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细节 再有就是 呃 后来家人和朋友们在讨论和反思的时候呢 认为大多数此类的家仙呢 并不一定啊 有很大的法律或者能量 可以在目前的现实规则下呢 他能够影响物理世界的事情 那么更多呢 是通过 并不是说他通过能量 改变这个 呃 世界啊 不是通过能量改变世界 而是通过他们给总结的 亲身经理总结 他们只是 有这么能力利用信息差 6 to 5 这个达到其想到达到的目的 转变人和事的关键节点 啊 这就有点像昨天老王讲川普的一颗子弹 如果要是说有个先家告诉川普 扭头 一扭头 能正好躲开 就是他不是有多大的能量和法律 扭转乾坤 他不是 他是利用一些偶然 利用一些寸劲 利用他能够看到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呃 能力啊 能够达到一个信息差 他有了信息差之后 呃 他就能够改变 能够比你先机一步 那么感到恐惧 主要是因为女朋友全家的事情 呃 感觉呢 自己和家族的种种信用 以及巧合背后呢 呃 代价是 呃 同样多的人 的不幸啊 和呃 悲惨的代价 那么 呃 也产生了这样的因果报应的担心 也就是说 呃 把他人的因果 过多的这个 呃 这个因果中的 呃 这个成果 据为己有 切为己有之后 迟早有一天 呃 会把这个恶果啊 也都集中的奉还 呃 那 紧接着呢 是我们的一个 呃 下一段 就是我们 前一段 我在 网上 我在这个节目中 嗯 就是有点批评啊 有点骂了这个 我们这个杭州的这个观众朋友 杭州观众朋友 他很爱他的老婆 他老婆也很漂亮 两个人姓程会很和谐 这个感情也很美满 也有一个非常可爱 聪明伶俐的儿子啊 家里边什么都不缺 那他呢 看了我的节目之后呢 他有他有有知识 有文化 有能力 所以呢 他就去学会了高岛一段 在新手保护期呢 就去上海御佛寺 在大佛面前 做高岛一段的斩断 呃 对自己的未来的运势 五年运势做个斩断 非常灵 也非常准 他也很顺 之后呢 他去南昌呢 呃 约炮啊 跟一个陌生女王友约炮 呃 刚要上床 就是被他儿子打电话 踢破 儿子说我做梦 梦见你跟一个阿姨 在亭子里干修修的事情 我就哭啊 哭啊 把他说的 他后背发凉了 发凉 因为他正在亭子里 跟一个陌生的阿姨 打算干修修的事情 所以他就觉得这事 太神了 给我写信 那我就批评他 我像你这种情况 你不要乱玩 你会折损你的 你的这种好运啊 高岛一段和你这种 这么好的机缘啊 那你要珍惜啊 啊 那他听进去了 啊 他给我回信了 他说 呃 萧山静谧的景色 中国最宜居城市 最宜居的地区 最文明的地区啊 这不是 啊 那他说 一 六月二十号 啊 这是他 啊 然后他说呢 六月二十号 一六月二十号 上海白云冠 中午十一时小雨 白云冠在进行内部装修 呃 甲醛 以及 呀 甲醛以及装修气味过于浓重 估计神仙大部分都去 被熏的去其他地方修行了 这是他 呃 六月二十号在上海白云冠 占卜的那一天 呃 的状态 第二呢 他回答我为什么没有人问他 他说当日乡客较少 本人等其他乡客跪拜离去以后 看玉航大地面前三个跪拜处都没有人的时候 偷偷摸摸拿出来书包内预先放好的四十九根小木棒 进行起挂 求得封挂五窑发动 起挂中以及起挂后 其他人员并无前来询问世草的呃 呃 呃 原有 呃 也没有人来问世草法 我内心倒是想遇到灌内高人指点 但是真的没有人 那么无缘 三呢 感谢王哥分享您在国内及温哥华的丰富精彩的人生经历 通过您的分享打开了我的新认知 通过您的讲述也买了好多书看 包括半年前的高岛一段一书缺货 也有我的功劳 包括马晓星的龙等书籍 四呢 王哥您天天温吹 我也吹吹我杭州萧山老家的风景 我来个村吹 小时候天天想逃离的村子三十点后变成了城市生活的缓冲地 我们村一山傍水 山顶在早上都是开车来开日出的人 然后我就看了他给我寄过来的他们村口看日出的景色 绵延起伏的萧山底下 对着东边的一轮磅礴而出的红日 万山静秘 朝气蓬勃 就是这四个字 朝气蓬勃 非常感慨 我个人真的认为 如果我有机会 能够回中国 带着带着人回去 有一天 中国实现了民主自由法治 实现了私有财产的绝对安全 以及政治权利 以及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 之后 我们也老去了 选一个地方老去的话 就是杭州 我在我节目中一再吹鼓吹鼓 我说杭州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也是我认为 中国大陆最宜居 最文明 最适合养老退休的 老去的城市 所以你生活在杭州 萧山你多幸福啊 你还折腾啥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别瞎折腾了 我就想起了这么一首歌的歌词 这么一首诗吧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给大家带来平淡的快乐 让大家呢 有时间反思我们究竟要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要这样的生活 和你提着菜篮子门前穿过 做几道你爱吃的家常菜 有爱的味道 幸福就这么多 我想要简单的生活 和你看着黎明 望着夕阳落 哪怕春夏秋冬变换再快 有你陪着我 日子有苦也有乐 愿我们每一天都好好的 愿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 我们的爸妈一天天变老了 多陪陪他们 别让他们寂寞 愿我们这一生永远相守 愿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 当有一天我们也都老了 看着儿孙满堂 心也就足够了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的生活 那些宏大叙事 那些什么拯救地球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普通人 能够拯救我们的家庭 能够和我们的家人 父母孩子 共处一世 彼此共结善缘 这才是我们真真正正 平平淡淡的普通人的生活 所以别折腾了 他听明白了 我想这首诗你听 你也能听进去 首先他又回了我一封信 紧接着又回了一封信 一感谢王哥对于我 对约炮导致错误因果的提醒 本人珍惜家庭的因缘 再不进行错误的因果 因果行为了 好好好 二本人对爱人 孩子特别喜欢 我们性生活和谐 大火箭满足媳妇后 原来略有余量 本人爱好单车 每周大约150到200公里的公路自行车 有氧运动 三本人9岁宝贝儿子 周末家庭活动为单车骑行 扩户家庭三人一同骑行 你这样的话 这个小教友 杭州教友 那你既然这么牛逼 你火箭这么好使 你就再生俩 你再生俩就没有余量了 老王就是经验 你知道你孩儿生出来 生出来你好好养 你不能说就不养了 有爹生没娘叫 那还行 你没有一个孩子 没多一个孩子 你的大火箭就会缩水一号 你的能量就会被耗尽一分 所以你再生一个 再生两个 你们俩就完全和谐了 你看你婚姻生活这么好 你不就贪玩 男人过了35岁以后 别玩了 30岁35岁之前 你玩玩玩吧 年轻多见识见识 你因为你有孩子了 你孩子都9岁了 你肯定是35岁以上了 那就别玩了 大老王基本上就收枪 都是35岁以后 我就都收枪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希望我们普普通通 平平淡淡的人生 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照耀到大家 让大家得到思考和快乐 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 拜拜